下一天我好像在打球嘛,应该 大家都知道我一打球我什么都不管了 这个大家也理解一下 应该是在打球 沉底也不好沉啊,这个就沉到这里 也会漏的,如果沉不好 也会漏啊 沉的话就沉这里会好一点 希望两边都逆转哈 希望这个奇迹会出现 哎,也不错我这个效果哈 那就继续,烦 我烦,我烦,我烦,烦,烦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气势全压是吧 实力是有的,放争议哈 排名赛的冠军,你说没有实力,说不过去啊 就是斯诺克这样的 呃,情况 呃,晚晚就这样子哈 你说像 刚才说的那个1比5 逆转,一样的道理 都是 你看是没有什么可能,但是 有时候就这样子 总是赢不到一局的 经常有的 主播能不能用粤语来解说,没问题的,大家 格时格,对没错,格时格 不能是吧 抱有一个希望吧 这位英文名字的朋友,感谢你送出的虎联知识 英文名字 Vixixi Vixixi 你好 诶,什么情况 现场出现了什么状况 饭针医能逆转,请你吃小鹅腿 感谢你的小鹅腿 我今天就吃了一个小鹅腿 爽 不能经常吃哈 经常吃会很善火 原来好性啊 哎呀,感谢你 小鹅腿 有你在我的 喉咙得以保护 英俊的相貌也得以保存 呵呵呵呵呵呵 力度啊,看一下力度 哇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不好防了 不太好防 只能打到右边了 这个也打不到 这个能打到的话 这里还有一条线路 但是 太高难度啊 空中飞人的一个难度 他看这边应该是 去贴,贴也会有风险 你贴的话 这个球也会漏 但是没有很好的做球 贴吧 贴是可以的 贴 如果这个球直的话 他也不会打 他也不会打的 打也没有用 成这边底 成这边底就不好了 这边就不好了 因为这个球是可以打了 现在中带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如果你贴这个球的话 贴到这里 面对这个红球是直的 直的话他走不到位的 走不到位就不一定会打 也没有 那有手价 这里有一点难度啊 还是做一杠反手 做一杠反手的话 白球要贴裤 红球 打着这个红球 打后了吧 应该 应该是打后了吧 不会直接漏了吧 目标球没有控制好 这个反手 红球要控制在这里 还是控制在这里 就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希望考太舒适了 为什么 放水了 歪这么多 又放水了 大哥职业球员 放水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吗 比赛就是他们的工作 你会不会 就是你的工作 会不会故意的做的不好 把奖金分给你的同事呢 会不会呢 应该不会吧 还放水 还是要进攻 职业球员来的 运气也不错 看来 就是胆着 外面这个有没有胆 这个好像有 他选择这个打带跑 打带跑啊 还好 打薄了 打薄了还好 上午好 我又来了 地板你好啊 睡醒了地板 刚才的粉丝灯牌 感谢你的粉丝灯牌 我的亲 我们的亲密度 进一步 上升 靠运气走不远 啊 那个小运气 那当然 靠运气肯定走不远 但是运气是相对的嘛 是不是 你这一场有运气 上一场没有 那就是等于一样的 每个球员都一样 没有一个球员可以一直好运气的嘛 是吧 只是那个时间不同 啊 那就贴这里了 力度啊 不要滑上来 没有 有吗 没有 有吗 没有 没有啊 确定没有了 芬兰叫你好啊 恭喜发财啊 主播哪里人的东莞啊 中国东莞人 中国东莞人 那就打这个的话就要解开 解开这个 配球旁边 第一干右边上转就三酷 第一干右边上转 机会了啊 算是机会了 搞他 反正4比0了还不搞吗 搞他 第一干横台直接上手 东莞名声在外是吧 哪里都有名声的 澳沙利文广州地板 你好 感谢你的小月亮 这是超风虎凉 KF 恭喜发财啊 大家新年快乐 也祝大家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能不能弹上去 还可以接受啊 绵绵想想可以接受 K这个红球 得不得 再低一点 K这个 啊 再低一点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 最理想是K这个 还是 打后了 打后了 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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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不好刹干 推的话有可能 轻轻的K黑球出来 这么高的吗 中山黑球 黑球也不好打啊 有失误的可能 这个 东莱哪个阵啊 东莱哪个阵啊 石龙啊 你好 石龙啊 石龙阵 高竿 右边爽转 两库推出来 好球 那就差不多得了哈 中带也可以 底带 底带 就稳 稳一点哈 粉球也有哈 哦那就差不多 死丸铁三角 先做两球 哦 你在谈下 你好啊 广州地板的粉丝 东排 感谢 马老师 哪他一手啊 哈哈哈 不一定有啊 不一定有啊如果这个球没有的话就要打这一个这个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啊那就是没有了啊完全没有 那就反应干了 反吧啊快点去反了 烦一干啊 烦吧 烦了吧 没有了吧看清楚了吧是吧 啊烦还有机会 还有机费 这个没有组合 没有组合就 这个组合了哈 一切 想法都要想出来了现在啊 没有退路了 没有任何退路 哎 打一个传球 都可以 停的位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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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 会不会进攻 应该不会吧 这么朗啊 这么朗 这个如果要出去太难了吧 还是能出去 你厉害你厉害啊 哎 机费啦 这个才是真正的机费 机费来了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是吧 摩托再变 快要去 留别闲鸭鸭蛋 感谢你的订阅 闲鸭蛋 闲鸭蛋 呵呵呵 闲鸭蛋 低竿有难度啊 这个球 打厚了 啊 好 直接漏了 直接漏 再一次三首 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先生 美丽的大红醇 你好 美丽的大红醇 你好 美罗 大澳春周小龙你好 黑球也有 那就麻烦了 中底干 马上连接黑球 那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个5比4这么难吗 不太难的吧 没有发挥好 已经不错了 打到8强 Quarter的一个成绩 也是非常值得 开心 这个8强的一个成绩 过去 隔壁结束了吗 隔壁不知道 没了 没了 多了 多了 A梦 那个篮球的角度也理想 怎么打都顺了 现在 怎么打都顺 那就可以保守一点 就来这里了 推移库还是可以来这里 来这里也没用 就轻轻的吧 Stone 4了 得了 得了 8强有奖金吗 有奖金的 8强其实对于职业球员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 你们不要要求那么高啊 其实 8强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 你可以这样子去算吗 128个人的一个签表 你进到8强就是说等于你是在一个16人的一个区域里面拿到了第一 能不能这样子理解啊 不是说输了就是垃圾啊 什么什么情况啊 这这样子去理解吗 那谁不会输啊 肯定会输的啊 一个比赛就只有一个人能拿冠军 127个人都是垃圾吗 难道啊 诶 理解不了啊 反正理解不了 Stone 上去一点点 真没了 这个应该没了 这个机会太好了 这机会太好了 中国人也不应该这样子说中国人嘛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外国的 是不是外国的朋友 真奇怪 还有培根有没有培根 奇迹是吧 诶 也难说啊 这个绿球是很薄的一个球啊 很薄的一个球 有失误的可能的 有失误的可能 打包了是吧 没失误就没失误了 没失误就没失误了 没办法了 神星都搞不到了 另外也 其实丁俊辉这赛季除了没冠军之外 成绩是很优秀的 是啊 这个还用说吗 这个还用说吗 丁俊辉肯定优秀 就是球迷们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了 打进了职业 就要要求他们保级 保级了 又要求他们进三十二 进三十二了 又要求他们进前十六 进了前十六了 又要他们拿冠军 拿冠军了 又要他们打得很漂亮的去拿冠军 这个无 无致敬的一个要求啊 太过分了这样子 对啊 只要输了就会被骂 就不能输 赢的都会被骂 你赢的不漂亮都要骂 机会来了是吧 超分啦 没有机会啦 自己也打得很郁闷哈 范真一这场比赛也打得很郁闷 没关系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 继续努力 那一边玩了没有 那一边玩了没有 那一边玩了没有